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 戴维画收藏这个栏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级鉴定当中的 明代宣德一朝的清花藏文的高足碗 好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 明代宣德的这个清花藏文的高足碗 我们首先看这气形 这个气形呢 这种高足碗呢 跟我们前面见到的那些高足碗 稍稍有一点点不同 那其他那高足碗在高足的部分的底呢 在撇 它往外撇的时候 那个拐的角比较大 这个呢 稍微拐的角比较小了一点 这是一个特征 再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的这个釉呢 是这个清白釉 然后呢 清花呢 都已经就下沉了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写的藏文 什么这个 有人会翻译啦 什么日吉祥 夜吉祥 怎么样 这一堆反正都是好听的话了 这个藏文当中 然后这边呢 有这个连半文的啊 底下 然后呢 在它的足的部分呢 它有这个弦文 然后呢 又有这个卷草文 下面有两道弦文 这个就是 这个部分看出来啊 这叫苏光 这是苏光 那么现在这个有一些还冒着贼光 还能反映出来苏光的 怎么有的呢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呢 很简单 就是在柴窑 用柴窑呢 复烧一次 就能出现这种苏光 这个 甚至用气窑都可以做得出来了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关键是要大家要了解这些 他们现在的情况才能知道啊 然后这个呢 是看啊 这个这个白中泛青 这个这个是青白柚啊 然后呢 像鸭蛋青一样啊 你大家吃过鸭蛋啊 那个就能知道了 看啊 这个是 在这个碗的心里边宣得年制 四字两行的转字款啊 然后呢 外加双圈框 外面还有暗刻的这个连半纹 仔细看在这里啊 连半纹 因为它刻的这个不是那么深啊 然后它的这个圈足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高足呢 底下是中空的啊 这种呢 碗呢 都是这个 接在一起的 它并不是一次什么拉皮成型 它要接在一起 它足和碗是要接在一起的 那么它的这个清料上面呢 它发色比较浓艳 这跟这个浓艳呢 一个是先决条件是什么 一个是选比较好的清料 第二就是烧成的温度和烧成的气氛 控制的好 它就浓艳 如果呢 比它选的这个清料呢 不是头清 它是二清或三清那种的 它就没有那么浓艳 它里边会有泛灰 有的时候发黑或怎么样子的啊 这个呢 就是 透这么一点点紫 这很漂亮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您可以看到我们过往的那些视频 以及我们未来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